近一段时间 四川和重庆地区在大陆高压控制下晴朗少云 热量憋在盆地导致局部达40摄氏度以上的持续酷热 为应对这种同期罕见的高温天气 一周前 气象部门看准时机在重庆的前江与北等17个区线进行了人工增雨作业 发射增雨高射炮弹158发 增雨火箭弹37枚 谁知一番操作后大雨只持续了几分钟便戛然而止 随之而来的竟是刮了十多分钟的八级大风 毫无准备的人们被吹得人仰马翻 不仅有住户的窗户玻璃被吹掉 就连路边大树也被连根拔起 而更多无辜群众则含泪目送遥库飞走 那为什么人工增雨能引来大风呢 为一探究竟 我们还是观察天空 发现只有一些淡机云飘在低空 这些零散的白云说明此时空气对流比较微弱 但在晴朗的高压区中烈日当头 地面温度逐渐升高 使空气对流不断增强 不一会儿但机云就变成了很多大坨的浓机云 观察云底 发现其印堂发黑 似乎想下雨 于是气象局拽出了高射炮等待时机 到下午时分 对流已经十分旺盛 浓机云变得轮廓模糊 起伏愈发明显 有形成机与云的趋势 但却迟迟不见下雨 于是地面高炮开火 向云中播撒催化剂 按照剧本 热得奄奄一息的人们 很快就会沐浴在大雨中 但是这一场始料未及的狂风 却在悄悄酝酿 由于机云的云底高度 一般在500到2000米之间 因此人工增雨时 对于低空的暖云 通常播撒尿素盐粉等吸湿性粒子 来促使大云低形成 好让它强行下雨 而对于高空的冷云 则播撒点化银或干冰等 使冷云上部冰晶数量增值 并随对流下行 一样能促成降水 于是乎 地面的高射炮手一顿射击 使云中出现大量的水滴和冰晶 同时云中水气也在凝结和凝滑中 以辐射方式释放大量前热 推动机云中的对流增强 使云顶迅速向上突起 变成底面更加乌黑的云山 这才终于形成了机雨云 此时云内气流的垂直速度 可达每秒三四十米 推动云柱子不断向上升腾 期间水平高空峰被横跟的云柱阻挡 低头向下俯冲 而上升气流则顺波爬升 变成了斜升气流 等走到高空时已变得又冷又重 失去了继续爬高的浮力 导致其中的大水滴失去托举掉了下去 人们终于迎来一场习雨 同时云顶的冷空气还来不及向四周扩散 就在高空峰推挤下 不断向下峰方向偏转堆积 形成了云针 这使得云顶冷空气的势能被大量存储起来 此时地上的人还没高兴多久 这场暴雨却掩其溪谷 原来是云里的水气含量偏低 波洒的催化剂无法长时间促成降雨 反而是把地面的热气给蒸了出来 还不如不下雨 更可气的是 由于云内的水气不再继续凝结释放前热 导致上升气流也失去了动力 无力在顶住云针内的冷气团 于是云顶快速崩溃 攒了满满一肚子的沉重冷气又被原路倒了出来 凭借巨大的势能 这些冷空气快速下冲 并在高空风推动下获得水平速度 于是形成下机暴流 遇到地面阻挡后气流转为水平运动 其风力非常强劲 一般在每秒20到50米 可见在短暂的暴雨后 狂风大作 大概率就是波洒的催化剂 使机云中短时间释放前热 为云针形成和云顶破溃创造了条件 从而意外制造出下机暴流 由于人工增雨不仅需要具备云层厚度 水气含量以及温湿度均适宜的天气条件 还需要山区丘陵等 能提供抬升效应 使云层发展旺盛的适宜地形 更要寻找大面积的无污染空域 以便雨水尽可能干净 所以即便是专业人员使用先进观测设备 且操作崭新的高炮 有时成功率也只有50% 还不如磕头求雨来得痛快 因此重庆气象局能在高压锅斑的盆地中 全平力大飞砖强行增来几分钟的暴雨 确实已是尽其所能